我們今天要有陰莖 陰莖等下我們講比較重要 但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淡淡沒有那麼重要 淡淡的愛想 淡淡絕境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衣的讓步 我們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我們的 神秉慧醫師 神秉慧 因為之前我們做了一系列變性手術的相關報導 很多人對這個液體產生了興趣 然後也有很多網友在我們下面留言 詢問一些比較專業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再找到我們的神秉慧醫師 幫我們做這一系列問題的解答 那我們在先前因為看到國外有一個案例是 他十幾歲的時候就青少年時期 他經由醫師判斷 因為他的行為比較難性 所以醫師判斷之後呢 建議他做變性手術 但是在他成年之後 他發現好像事實上 他的身體跟心理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他就有點覺得 好像醫師有診療錯誤 想要問問醫師就是關於 我們現在真正能夠做變性的這個年紀 大概是幾歲 現在國內規定是二十歲比較不錯 他是沒有年紀的上限 但是我們會考慮到說 病人的那個健康狀況 身體狀況 適不適合做這麼大一個手術 所以我們通常是希望病人在四十歲以下 能夠完成這個手術 我過去去演講 也有遇到一些病人他們六十幾歲 他說他們就算是死掉 也要用另外一個性別進入觀察 所以他們對於性別認同的這個問題 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這些病人為什麼需要去做手術 因為身體性別跟心理性別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會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程度 或是一個矛盾 有很大的病人會去想不開 去自殺 那你其實剛剛有講到就是 變性手術的部分 我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除了我們一般知道的就是 性器官的概念 就是男生的性器官 變女生的性器官以外 那變性手術它到底涵蓋哪些 在國內來講 你要做性器官的摘除之後 才能患者認證 那患者認證之後 你不管在就學就業 就會完全不一樣的一個開始 所以這個手術對這些人來講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 你性器官患了之後 其實你的外觀沒有變 所以外觀的這個變性手術非常重要 比如說一個長相很男性化的人 但是他內心是一個女生 然後他雖然做了蠻變性的變性手術 身分證明是性格也是女性 但是他必須藉由這個整形外科手術來做 臉部的一些改變 就是胸部啊 會補一些臀部 讓他比較補一些脂肪 讓他比較肥厚一點 比較像這個一般的女性 那雙眼皮把它做深一點 鼻子做高一點 做翹一點 嘴唇做厚一點 然後蘋果肌啊這些 或是把這個 顴骨啊下巴骨去修成 一個女性化的顏面 那我們叫做顏面的女性化手術 這個很多醫生都在做 另外一個是 比較困難的是生命的手術 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一個外型都已經像一個女生了 但是講話的時候 就是一個男生的聲音 所以聲音的手術 就非常複雜的一個困難 這個都是 在所謂的 性器官以外的變性手術 那他們有什麼先後順序嗎 沒有什麼先後順序 醫醫每個人的這個 自身的情況 這也是一個考量 對 上禮拜有諮詢的 18歲、19歲的高中生 媽媽帶來諮詢 媽媽、爸爸都支持她 做這個手術 但是因為太年輕了 所以我建議她說 那你就是 去擱擱雙眼皮啊 你一直墊一墊 那你外表相看起來 更像女生 她來的時候就是長頭髮 然後聲音也是很像女生的聲音 畢竟年輕啦 她可以聲音就是 學習的去 可以做成一個女生的聲音 我是建議她先這樣做 而不是先做這個 性器官的變性手術 因為性器官的變性手術 比較不容許你有後果的空間 所以我剛才講的 因人而異就是 像這樣的病人 那我們希望說 他先去做一些其他手術 然後讓他自己就覺得 他當然了你會更開心 之後確認他這個整段都沒有問題了 再來做這個性器官的變性手術 那像剛剛醫師都是提到 像是男生變女生 這種比較常見的一些手術 像如果不是女生 要變成男生的面包 因為骨骼就不同 是 男生跟女生之間 就是骨骼就不一樣 所以 你如果要看起來比較妹一點 最多就是做骨子 把鼻子做長 然後再來就是有點墊下巴 墊後一點 寬一點 那有時候要墊下的角 把這個下的角更長 所以骨骼跟女生的骨骼 是不一樣的 對 那當然做這種增加手術的人 多嗎 女生變男生來做這個 顏面的手術會比 男生變女生少 男生變女生的顏面手術蠻多 因為他還是就是想要更女性化 可是女生變男生他可以當化美男 對 就可以不用了 對 你會變一個帥哥 對 好那想問一下醫師就是 有關於男變女跟女變男 手術的比例大概 目前台灣是佔多少 根據台大精神科賴教授 他們曾經提過文獻 在台灣整體的狀況是 化性的女變男的 這可能跟文化的背景不一樣 有關係 全世界的西部都是男變女比較多 男變女跟女變男大概是三個 只有台灣剛好想不到 其實大家 在台灣的女生不想當女生 對 因為當女生比較性感 在前面的一系列報導 醫師都有幫我們先簡單介紹過 不管是男變女還是女變男 手術方式是怎樣 那接下來我們是想要 比較深入的問醫師 就是男變女的手術 是怎麼樣做出引導的 因為之前醫師有講過 大概有分兩種 一種是皮膽手術 一種是腸道手術 一種是腸道手術 那醫師可以幫我們 就是比較詳細的介紹一下 這兩個手術的差別 其實皮膽手術有很多種 在國外他們比較流行 是那種單一皮膽 他們就找男生的陰莖的包 像這個偷畫的一樣 脫下來的 然後直接塞到他們打造出來 用到他們這樣 這個我們叫帶的皮膽 但是我常做的是雙皮膽 一部分是用男生的陰莖的包 一部分是用陰朗的皮膽 兩個結合起來去做女生的舞蹈 我認為這個好處是 因為東方人跟西方人的尺寸不一樣 所以我沒有辦法像西方人那樣 這麼大的一個陰莖的皮膽 陰莖的皮膽 長度不夠 對長度不夠 我們常常如果是用單一的皮膽 我們拉到陰道口 就已經沒有東西了 所以將來就會造成一個痕 一個是陰道不太窄 一個是深度不夠 你用兩個皮膽 就等於加倍 它的直徑就會增加一倍 它的深度也可以得到增加 所以我都是用雙皮膽的方法去做這個手術 這樣可以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外型 然後又可以得到足夠的深度 這是皮膽手術 那如果是腸道手術的話 也有人用小腸 也有人用大腸 那大部分都是用乙狀結腸 因為乙狀結腸 是除了直腸以外 最靠近這個揮陰部的地方 那我們把取大概一段15公分的這個 這個乙狀結腸 帶著它的血管 然後往下 放到這個陰道口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做到一個15公分長的一個陰道 它的好處是它的陰道的長度不會變短 因為它等於這個陰道有部分是在腹腸裡面 所以它的空間就很大 但是它的壞處是 它常常會有分泌污 可能你在上班之後 一個月30天都要留電 因為可能分泌污過多的話 可能它會流出來 會有弄長褲子 這是它的壞處 那另外一個就是 你要做這個手術 肚子可能會多一段傷口 最短都要4公分15公分 會增加肚子手術的一些動作 我目前的做法是 因為我們用兩個皮膽來做這個手術 通常深度跟外小都可以得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這個腸道的手術通常是流淡的 你做完這個皮膽手術 過了幾年之後 你還是沒有得到滿意的深度 我們才來做這個腸道的手術 主要是要打到陰道的深度 那因為之前醫師我提到說 如果是這種皮膽手術的話 它就是在進行性行為的時候 它需要用溫滑 那它溫滑液是一個就是食輪的部分 那鬆緊的部分呢 腸道手術本身也是會有渣載的問題 沒有深度的問題 因為你腸道還是會跟一般的皮膚要縫合在一起 你縫合那一圈它還是會有渣載 那個溫滑的問題 你做完腸道手術還是要擴張 但是它不是去撐它的深度 像我們做皮膽的病人 撐它的深度很重要 但是你做腸道的病人 你要去撐它的寬度 它會縮小 因為一般女性真正的陰道 它在進行回的時候它會收縮 這個沒有 因為它沒有肌肉 它沒有肌肉 所以它沒有辦法收縮 所以沒辦法收縮 具體的部分 其實是保留哪一個 每個手術都有它的 我們叫它 就是我們所要用的材料 夠不夠 就會讓某些東西做得出來 某些東西做不出來 目前我們做的這個手術 陰道的感覺是相當沒辦法去重建 通常我們的那個陰莖的薄皮膽 跟那個硬朗的皮膽 做成的那個陰道 放到這個陰道裡面去的時候 這些感覺神經 幾乎都已經被破壞眼光了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都覺得你陰道沒有什麼感覺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在很久以前 我就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把男生的尿道 保留一部分下 然後把它往陰道裡面放 希望藉由這個男生敏感的尿道來增加 他將來變成女生 他的陰道 增加他的陰道的感覺 所以男生的尿道也是會有感覺嗎 男生的尿道會有感覺 而且還蠻敏感的 尿道耶 所以是尿裡面的那個尿道 而且它還會分泌一些黏液 過去很少 但是有病人說他們在行程的時候 其實都不需要用這個黃金 很少 很少但是有 那這些分泌物 一個是來自前列腺 那這些前列腺都保留去 另外一個是來自尿道的那個聯合的線 所以它可以部分模擬這樣女生 就是 近可能 當然 不可能一樣 不可能一樣 但是我們是近可能 近可能他們做出來 因為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我們 近可能 如果有任何材料可以留下來 給他們 我們盡可能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舉點的話 主要是用 我們做法是把尿道在3點鐘 或9點鐘 好像劈開 然後一部分往前面去重建它的陰道前提 所以我們做完的病人 你可以看到它在陰道口的地方 看起來會像是連抹的組織 一般自然有些像 後面那個皮板 往後折到那個陰道流鼻 來增加它的感覺 好了不起 我們好像上一課了嗎 那剛剛講的 比較多是 男生變成女生的手術方式 現在想問醫師 那如果是女生變男生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出 譬如說男生的陰莖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先怎麼處理 就是如果是外觀的話 要怎麼樣做出跟男生一樣的就是 是 女生基本上這邊的組織比較少 那你要做出男生陰莖 你勢必要從別的地方 拿一些材料過來 那我們現在 症經外科的手術就是 利用顯微手術 用血圍鏡 再去身體其他地方 適合的地方的皮板 拿下來之後 這個叫自由有力皮板 然後接到呼應部門 接神經血管接頭之後 就變成這個陰莖的組織 那利用這個組織 我們把它做出一個黏鏡的形狀 那我們現在做的 最多的情況的方式 就是用小腿皮板 因為我們小腿這邊 可以拿到肥骨 小腿有一點不同 一個肥骨是比較細的 這個肥骨拿掉之後 會影響令人的這個功能 我的病人在這個 小腿皮板拿掉的時候 大概三個月 三個月就是可以 正常的運動 跑步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 最好的皮板就是用小腿皮板 因為它這個蛋 我們將來做出來的 已經是硬度可以侵犯 它的功能性是好 那我們在做這個 取這個皮板之前 因為我們必須還有考慮到一個是尿道 那我們會先從肚皮的地方 取在25x4公分長的一個皮 把它反折撈在那個 這個一條尿管上面 一般我們放到那種 細膠的管管 放尿管 對 然後把它埋到這個 這個皮板的皮下 那經過兩三個月之後 等到它血液血液長過去 這個尿道都已經整好了 它上次組織都整好了 然後我們再做 以前的手術 然後移到 歸以後來 移上來之後 把這個皮板把它捲起來 捲起來 就像是一根出自完成的陰莖圓形 不過圓形是因為 我們可能經過兩個禮拜之後 還要把這個龜頭 拿做一些修整 然後把龜頭雕塑出來 這樣才能算是完成 這整個電汗生的手術 龜頭的部分是從哪一個器官 沒有它是 就是原本的這個皮板 我們是做修飾的 我們有很多的切割縫 把它這個龜頭的形狀做出來 龜頭雕塑的形狀做出來 龜頭原本是男生這樣敏感的地方 那如果是做這個手術的話 這個是這個手術的限制 因為 在這個地方的女生 最敏感的地方 還是陰莓 我們會把陰莓 留下來 留在這個陰莖的根部 因為陰莓沒有這麼長的神經位 血管 它可以一直到 我們做的這個 陰莓的前端 因為我們做陰莓 一開始是四八幅分長 所以那個陰莓就放在我們前面 所以我們會把陰莓放到 這個陰莓的根部 保留他原本女生的 這個特殊的一個感覺 所以他的前端 其實就變成沒有感覺 就是一般的感覺 摩山摩山 佳佳光 爬臉一山摩山 他曾經慢慢長 就是這樣的感覺 就是這樣 一般觸摸 對一般觸摸的感覺 然後痛很熱 但是沒有那個 男生龜頭那種感覺 沒有性快感的那種感覺 對 對 這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因為他們如果就是 雙方想要得到性快感的時候 他現在知道 就是這個 敏感的地方是在陰莓的根部 所以他只能弄 就是 陰莓的根部 對 只能這樣 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樣 可以再去問 其實有做過的人 喔 了解 好 剛剛講龜頭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想要問一下醫師 因為我們之前有做一系列的 其實便利手說的報導 那有網友反應說 請問現在有辦法做出 科技還連體嗎 沒有 因為你這樣看不到 沒有 沒有 因為剛剛醫師有提到說 想要就是 讓他有那個硬度 維持那個硬度形狀 所以在裡面放了一根 小獨佩克的背部 對 那因為他問這個科技海綿體 應該是想要問 國旗的問題 對 所以這是沒有 就是若智做病的一種 目前還沒有 醫學科技還沒有到的 但是 海綿體的目的 只是為了讓它變硬 糊頭 它也是硬的 所以硬度沒有問題 而且它不會忍掉 海綿體還會忍掉 那你永遠都一注晴天這樣 那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們有的好奇 他是問說 那女生變男生之後 他可以射鏡嗎 不行 他沒有前列腺 因為射鏡大部分都是前列腺液 還有其他的一些混合的一些液體 女生當然他有一些腺體會分泌 但是不夠多 我們過去也有病人 他們在做完 變男變女的時候 他會射鏡 其實他只是留一些分泌物而已 他不是真的射鏡 好 那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就是如果是女變男 他要做出陰鏡 陰囊的部分 你需要去做嗎 陰囊的話 目前台灣有些限制 就是說 我們是把那個 女生的大陰水房 往下拉 然後當成陰囊的形狀 但是 在國外可以買到那個 矽膠皺的 醫學用的 膏 夾蹄 夾蹄 對 對 跟龍褲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台灣 我問過很多廠商 沒有人進 因為 台灣進所異的東西 需要很複雜的社區 他認為花這些錢 因為需求的人很少 所以就 沒有廠商願意去進這東西 所以現在基本上都是 用女生的大陰層那一塊下來 大陰層下來的時候 但是他種種肥肥的時候 其實看起來還蠻像的 那會需要打一些鐵裝置進去 讓他變紅 有時候龍褲可以打肢體脂肪進去 也可以打肢體脂肪進去 但是來要求有很多 所以其實他們只是覺得 先要有陰莖 陰莖 等一下我們來講 那其實 沒有那麼重要 對 蛋蛋沒有那麼重要 蛋蛋的愛想 蛋蛋絕技 有啦 會來問說 有沒有人工的包吻 但是真的就沒有 所以目前 的確還是沒有辦法打到這個 對 這個其實手術很簡單 但是就是沒有材料 那個廠商 握出來 有廠商有信 推得請打這支電話 對對對 跟神醫師聯絡 剛剛就是介紹完 就是男變女跟女變男的手術之後 我想問一下就是 因為剛剛醫師有提到 女變男的手術時間 大概這種場 要花大半年 那三個月到六個月 那三個月到六個月 三個月到六個月 男變女你去做完就好 而且他也一次就可以把 對阿他一次輕微手術 做完就所有的東西都做出來 陰河大陰水小陰水一到 全部都做出來 對 他的這個 你是指這個 像是男變女 或是女變男 性器官的手術 對對對 手術的部分 男變女的話三十幾萬 女變男的話 因為他好多的階段的手術 肯定跟我加起來 七十幾萬八十幾萬 也有到一百多萬 不一定 因為每個醫院不一樣 男變女的話是 目前你知道 就算是泰國有到 大概三十幾萬就加起來 但是變男變女的話 貴喔 因為他做很多手術 對 而且他出角度比較高 問題也比較高 通常來的病患 就像剛才一直有提到 就是暗地之後 都會繼續找醫師說 一些群組的手術 或是其他的手術 那比較多會 接下來會想要做什麼手術 不一定啦 看人 有些人用荷爾蒙之後 也不需要讓我 他就會自己 對 所以要看人 不一定 但是還是臉部的手術 會比較大重 想做 做鼻子 做 雙眼皮 把臥殘做出來 手術跟一般的整形手術 不太一樣 很接近 但不太一樣 而且做法不太一樣 因為他畢竟本來是一個男生的物價 把他做成女生的東西 會有點不太難 那還是我覺得最難做的部位是吧 以臉部來說 臉部沒有最難做的部位 其實最難做的部位是這邊 心 那個心是最難改變的 那想問一下醫師 就是手術的疤痕 其實男生變女生應該沒有什麼疤痕 應該都藏進去了 有啊 還是會有疤痕 還是會有疤痕 那主要都會在哪邊 因為我們必須把 原本的男生拿掉大塊的皮板 所以 通常我們會像一個 鬼道圓的疤痕 在旁邊 那有些很明顯 有些很明顯 其他皮膚這樣拉過來 他那邊還是會長毛 我們做手術都設計過 就是男生的英毛跟女生的英毛 長的走向不一樣 但是我們做的 手術之後 連英毛的走向都像女生一樣 好神奇喔 連毛都可以衝進去 不過也很神奇啊 你看我們做女生 都知道 原來是這樣 其實沒有什麼發佈 所以其實傷口 就是會被老擋住是還好 還好 女生變男症的部分 女生變男症 因為她 因為我們做起來會手術 必須要去找那個血管 然後肚子就會有傷口 你又要補皮 又要挖一大塊皮板 這都是傷口 所以可能從肚子也有傷口 肚腿也會有傷口 對 所以大處都是傷口 如果有疤痕皮質 或是有腺椎種皮質 跟這個傷口到處再鬆 那就很慘 我們遇過幾個病人 都是有卸出這種病 然後真的 包括整個陰性都會鬆 真的非常非常難以處理 所以其實她手術的時間 雖然就是差不多可能一次 或是半年可以完成 可是其實術後的一些照護 或者是她可能有一些什麼病發症 或是什麼問題 其實是比較需要醫師 在化身間裡處理 對喔 這種病發症 發症其實還蠻高的 初期比較常見的就是初血 或是皮板壞死 有時候會部分壞死 有時候會全部壞死 部分壞死就是我講 如果年紀大 你沒有辦法取一個那麼大的皮板 因為旁邊的組織都血液循環化 它就會造成部分壞死 你血管的問題 可能就會造成皮板壞死 就是我們手術後 最不想要看到的東西 因為花了很多心血 病人犧牲了很多地方的這個傷口 最後什麼東西全部壞死 手術完這個沒有初覺 也沒有皮板壞問題 將來可能遇到就是漏尿 跟狹窄的問題 這只能是尿道 尿道如果沒有長得很快 小便會從皮膚 傷口的腰套出來 這個是叫漏尿 另外一個就是狹窄 我們做的那個尿道 它如果壞死 或是傷口感染 它會狹窄 狹窄的話小便會做不出來 我們將來可能要再另外做手術去治療 謝謝各位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請按喜歡、訂閱 並且按小鈴鐺喔